最近走不到山 唯有在家製點食物 你猜我會做些什麼? 我會教大家自製腸粉 很好玩的,你也試試做吧! 平時師傅做腸粉會用布拉 不過我們在家裏沒有布 所以我們就用了牛油脂 做腸粉的材料就有 煎米粉 燉麵 少許蝇粟粉 和鹽 我們用60克煎米粉 然後會加10克的燉麵 然後會加20克的蝇粟粉 再加少許鹽 然後拌勻粉 最後就加點水 那加多少呢? 我等一會告訴你 蝇粟粉 我們先先攪拌 它 我們先攪拌 其實水便可以慢慢加 最後我們就加了260克的水 最後要 ñ 加少許油 不然它會黏底 塗了少少油 我們掃一下盤底 好,然後攪拌 就放在碟上 好了,水滾了 我們可以開始蒸 好,我們先熬一下 好,我們現在放進去蒸 其實這個鍋都不錯,可以看到裡面 我們煮了兩分鐘左右 其實都OK的 第一次用牛油脂蒸 它就黏住了 所以我們第二次索正不用牛油脂 直接在鐵盤上,直接蒸腸粉 好,現在先掃油 好像剛剛一樣 好了,照舊我們還是攪拌一下 之後就放在碟上 照舊我勻它 好了,水滾了 我們可以放進去蒸 好,完成了 好,完成了 我先拿出來 好,首先在中間戒一半 然後弄起邊 好,放起邊 然後放起邊 然後放起 好,先試吃 嘩,好好吃 哇,好好吃 因為加藥的雞蛋 簡直是很累 我十個LIKE 贊成你來做豬油脂 你會覺得自己很有滿足感 因為紙巾是自己做的 你會自信 覺得十急 好 好,今天的腸粉教學 就來到這裡 緊記記得LIKE我這條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的Channel 楊澤米 好,下次再見 拜拜